要干拔 感觉要干拔 嗯 忽然啊 后射不 熟啊 今天今天这 张晨霖今天打的是 今天崔晋明目前七分 五头三中 张晨霖今天十七分 哎呦 漂亮啊 这球 漂亮 太漂亮了 过了一个一干二净 嗯 这个角度我们看不清楚啊 是不是有做一个合球的假动作啊 他应该是有一个中间的节奏 比赛开始了 好球 好球 找平了 找平 赵季伟 没有 没有 看看晶晶的三分球 好球 好球 哎呦 球丝 哎 这球怎么判 呃 裁判的意思是 力量不输 对吧 对抗没毛病 然后当你想要起球的时候 我这大一张五 是 三号位也两米多 对 三个位置都非常接近 包括刘志轩 也快将近两米身高 只有赵季伟稍微矮一点啊 是 你看这就是发挥他们阵容的这种优势出来了啊 没错 所有人都能跑都能防 哎呦 张震霖一看队友 在边一拿球 试一往天上走啊 这扣篮王的范儿又起来了啊 往天上走 对 高点再高点太低了 是 别吝啬 别吝啬 我觉得张震霖这次克兰大赛最漂亮的一扣 还是最后一扣 就致敬 打很累啊 因为这里边铁桶正式的防守 真是 效力呢 每场比赛出场 其实时间并不多 好球 眼花缭乱的 也真是眼花缭乱 这个我都看不清谁给谁做掩护 哦 反正结局是 你们四个一顿掩护 然后我自己换 别说今天琼斯在篮底的进攻效率不高 再看这是刚才 金金 琼斯其实是被缓开了 嗯 这个完全失伪 这是一个 打转移 张震霖过了 你看他还是中距离 这球怎么吹 吹三秒 吹三秒 有针对性的比赛 这种针对性 让我们感受到的一种 激活赛的比赛状态 因为一般常规赛呢 我们说在针对性方面 有时候你可能不会做得那么细 以我为主 但今天这场比赛 确实面对全联盟得分榜 排名第一的外援琼斯 我们体现出的这种激活赛 系列赛式的针对性 但是这个呢 可能也和球队 经过了一个礼拜的休息之后 不是吧 真的不是吧 当时他那个队叫 河南舍殿老教吧 我记得是 舍殿老教 对 小拇指拖就 然后整个手指已经变形了 然后医生上来 第一反应就是捏住他的手指之后 告诉他不要动 马上就给他复位 先复位 第一时间先复位 真的是厉害的 差太多了今天 你看 张正林啊 难得的突破完整球啊 不错 这是你前面第一个 小说里的摇头狮子 对吧 陆领记里的人物 好球 好球 漂亮 这些船子 渗透力极强 真棒 张正林啊 打到二点 这是张正林前面那个突破 你看他其实突破完整球最后 还是用一个投篮的手法来完成的 嗯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称之为叫扣篮区 嗯 要干拔 感觉要干拔 嗯 果然啊 后射步 熟啊 今天今天这 张正林今天打的这个 今天崔晋明目前七分 五头三中 张正林今天十七分 哎呦漂亮 这球 漂亮 太漂亮了 过了一个一干二 问问问方 或者问这个张岩指导啊 对有有有球迷说是五行缺筋 我不知道 哈 但又来一个 但今天啊我觉得他不应该叫金金 应该叫灭霸 你说今天这球啊 你刚才这球你看 再看 哎一个假和球就像你说的对 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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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君临天下的一个暴扣啊 嗯 因为他今天的这个急停的投篮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呢他这一下假的核球 一下把忠诚的重心给点过去了 领先到21分 张正林今天一个人二十 太过离谱的一个差距 吉林队的平时的场军篮笔球呢 他是到41.8个 他确实是全联盟抢篮笔球最糟糕的球队之一 他排在联盟的倒数第二位仅强过天津和福建 嗯 但是辽宁我们知道他其实也不是一个擅长抢篮笔球的球队 他并不以篮笔球的争抢而建长 今天的篮笔球不仅仅是说辽宁队在内线有优势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外线抢到的 对 我们多次看到是辽宁外线的球员 嗯 抢到弹出来的那种篮笔球 是